海北藏族自治州 这里是王洛斌先生 创作著名歌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时的采风地 也是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简称原子城 行走在大街上 看着周围的建筑 和广场上热情的藏族同胞 处处能够感受到 曾经在这里 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军民故事 广场的大屏幕上 播放着欢快的藏族舞曲 一群人围着夜晚即将点燃的篝火 不停地转转圆圈 跳着藏族舞蹈 每一个到此的人们 都会被这里的热情所感染 君爱民 民庸君 君民与水情 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这里很多人喜欢藏族舞蹈 人们随口就能边唱边跳 能感觉他们热爱海北 热爱原子城 热爱祖国 今晚我被这里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221基地原子弹地下指挥中心 位于海北州邮政局院内 由载波室 配线室 通风室 指挥室 发电机房 配电室 人工交换室 和电报室 八个部分组成 这个指挥中心是为了防止敌人空袭而建 里面的铁门重达三吨半 厚度30厘米 通信系统可保持实时畅通 与中央保持紧密联系 老一辈的工作者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 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原子弹 实在了不起 此中心是1965年建成 当时战备形势紧张 为了保密 就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 通讯中心 是先有它 后建邮电局 还是先有邮电局 就近再见的指挥中心 以无重考证 每个人来到这里 感受爱国主义教育 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